大家好 欢迎来到蔡琴的吐藏日记 今天我们来说说哪一个大事件呢 美国德州大面积停电 大家不要误会 美国的德州不是中国山东的德州 德州帕西德州 是美国的德科萨斯州大面积停电 数以百万人摸黑又爱动 电力供应商却频频甩锅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最近美国的冬季暴风雪袭击美国 带来了创纪录的严寒天气 然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德科萨斯州大面积停电 数百万人的生活陷入黑暗之中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两个黑人不知道情侣还是什么 点着蜡烛 点着蜡烛 没电可用啊 当日强风暴带来的雨雪天气 影响了美国的部分地区 德州遭遇了严重的电力破坏 看来这个电力 电力公司有不可退协的责任 大约有两百万户居民民宅 断电 没有错 两百万 两百万 民众在严寒中摸黑生活 看到这大雪 这报导称啊 昨日五下联邦申请六十台发电机 优先保障医院护理中心的电力供应 啊 大家可以想象啊 在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啊 困难的时期啊 美国那些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啊 肯定要首先保障医院的安全 对吧 全州开放了三十五个病态所 让有困难的人暂时的居住 在奥斯丁 人们为了购买食品生活品 大排长队 忍着酷寒的折磨啊 大家可以看看 达拉斯的一间 十大店里啊 顾客摸黑的选 选购商品 只能用自己的手机来提供照明啊 看 买去超市买个商品啊 都得用手机照明 我就不禁要问 结账怎么办啊 结账怎么办啊 好 下面的这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大雪下的很厚啊 大雪下的很厚 一家人啊 一家人啊 围坐在一起啊 戴着口罩 穿得厚厚的在刷手机啊 刷手机 无事可做呀 无事可做 断电呢 已经导致了火灾和重毒事故频发 怎么回事呢 休斯顿地区一家四口 使用啊 必如取暖 是祸身亡啊 在哈里斯县 一地报导了三十多起一氧化毒啊 一氧化碳重毒事件啊 一氧化碳 这都是啊 停电啊 到来的带来的危害 因为天实在是太冷了 很多民众十五日就开始经历断电 又不知何时才能恢复 愤怒的程度自然可想 而德州州长呢 要求对苏电的运营者啊 电力啊 州运营电力公司啊 展开调查 但是这个机构呢啊 说自己没有问题啊 还称断电是天气原因 这不扯你吗啊 这不是扯你吗啊 你看看大家看看这个图片一个城市啊 周围一圈啊 可谓是居民去全都断电 就是给市中心的这个高楼大厦留了电 为的是什么啊 这我们不禁要感叹 老美是真会粉饰太平啊啊 老美是真会粉饰太平啊 有报道称啊 他们一周前就为这场包装写做了准备 目前的危机啊 要怪灾难性的气候条件 对 怪灾难性的气候条件啊 那怎么办 这次气候条件是百年一遇吗啊 采取有空的断电 才能避免更加被遇的电力状况啊 没想没想到吧 这个图片啊 没错啊 这就是美利坚 这就是美国的德州啊 一片祥和的景象啊啊 这么多 你看黑人呢 就只能在避难所里待着啊 只能在避难所里待 出去冷啊 那大冷天就能冻死人呢 冻死人呢 不得不服啊 什么美国人啊 瞪眼说佳话啊 瞪眼说佳话啊 啊 该公司负责人说 这是天气 世界是史无前例的啊 远超针对一个典型 甚至极端的德州冬天呢 啊 设计参数真能甩锅啊 是真能甩真不错啊 啊 真不错 好的我们今天的吐槽就到这里啊 下期再见